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是3-5-1 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我們用以下這個教學活動來做一個練習 題目是這樣子的 式比較1-8 與2-8 與4-8的大小 以下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先想想看1-8怎麼畫呢 因為是1-8 所以呢 我們很快的先畫一個圓 然後呢 將這個圓平分成8等份 那1-8是多少呢 它是8等份裡面的1等份 它是8等份裡面的1等份 所以我們就在這8等份裡面 我們將這一等份 來塗上藍色 所以這個藍色的這一塊 它就是1-8 1-8 接著 8分之2怎麼畫呢 我們很快的 也將一整個圓 平分成8等份 那8分之2呢 它代表的是8等份裡面的2等份 8等份裡面的2等份 所以呢 我們很快的在這裡 8等份裡面 我們塗上2等份 來將它塗上粉紅色 所以這粉紅色的部分呢 就是8分之2 接著這個8分之4怎麼表示呢 來趕快我們將一個圓 平分成8等份 然後 8分之4呢 它代表的是 8等份裡面的4等份 8等份裡面的4等份 那我們馬上 就在這8等份裡面 我們將1-2-3-4 我們將這4等份 塗上綠色 所以綠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8分之4了 那現在呢 我們很明顯的 可以從這三個圖形中 來看到 這是8分之1 這是8分之2 這是8分之4 所以 8分之4 它比8分之2大 它比8分之1大 所以我最後的答案 8分之4 大於8分之2 大於8分之1 那這一題我們就這樣子完成了 好 接著呢 我們趕快將剛剛的這個教學活動 它的過程 還有它的解答 來做一個觀察 8分之1 它是8等份裡面的1等份 然後 它的分母呢 8 分母為8 分子呢 分子 它是1 分子為1 8分之2 8等份裡面的2等份 它的分母呢 是8 分子的部分呢 是2 分子為2 那8分之4 它是8等份裡面的4等份 它的分母呢 這裡是8 所以分母也是8 分子的部分呢 這裡是4 所以分子為4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第一個 它分母的部分呢 8 8分之1是8 8分之2也是8 8分之4 但是分母還是8 所以呢 我的分母的部分 都是8 那第二個 分子的部分呢 分子的部分 8分之1分子是1 8分之2分子是2 8分之4分子是4 所以呢 所以我們馬上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結論是怎樣呢 第一個 分母都是8 它叫同分母 分數 然後呢 我要比較它的大小 它如何做比較呢 第一個 分子4 大於2 大於1 所以我最後 它的分數 8分之4 就大於8分之2 就大於8分之1 所以呢 分子越大 它的值呢 就越大 那我們 也可以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分子越小呢 很好 沒錯 它的值呢 就越小 所以 這就是 我們 對於同分母分數大小比較 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趕快 用剛剛 所得到的這個結論 來做以下的這個立體的練習 題目是這樣子的 是 比較 九分之二 與 九分之五 與 九分之七的大小 來 我們馬上來 解這個題目 第一個觀察一下 九分之二分母 九 九分之五分母 也是九 九分之七呢 分母還是九 所以呢 分母 通通都是九 那 那是 同分母 好 同分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同分母分數的大小比較 我們就比較 分子越大 其值就越大 分子越小 其值呢 就越小 所以呢 我們 就比較 好 分子的大小就好了 那我們 分子呢 九分之二 是二 九分之五的分子是五 九分之七的分子是七 所以呢 七 比五大 又比二大 七 大於五 大於二 所以 既然是同分母 而且 我的分子 七 大於五 大於二 所以呢 九分之七 就大於九分之五 就大於九分之二 於是 我們最後的答案 就是 九分之七 大於九分之五 又大於九分之二了 那我們很快的就將這個題目 它的答案給解出來囉